說老實話大家聽到一國兩制 哇台灣的人被帶風向被漁民政策 愚弄的人就覺得 哇好可怕一國兩制好怕怕 就是這個共產集權 專制又來這一套了 那一國兩制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現在就是一國兩制 大家有沒有想清楚啊 我們使用的鈔票 我來用我的錢包 我來看看我錢包有沒有帶錢 我們使用的鈔票 我想攝影大哥你take一下 我們新台幣上面寫的是什麼啊 中華民國不是嗎 那請問中華民國是台獨嗎 中華民國等於台獨共和國嗎 這個中華民國是我們現在使用的鈔票上面印的 藍色的字哎還有中央銀行哎 為什麼要中華民國後面還有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字版 這個字都寫得清清楚楚哎 那所以一國兩制有什麼好害怕的 因為對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看看我手上也沒有人民幣 我好像 對不過人家不會像台灣那麼強調什麼什麼中華民國 人家就是中國人民銀行啊 中國人民銀行 人家強調中國這兩個字啊 人家是強調中國這兩個字 但是呢台灣地區我們台灣的老百姓聽到中國哎呦嚇一跳哦中國 中國好像是一個啊 披霜或者是一個毒氣或者是一顆原子彈 可是殊不知你我他都是中國人你也是中國人在台灣的每一個老老小小男男女女 都是中國人你敢說你不是嗎 你敢說你是孫悟空從石頭縫裡面五指山的石頭縫裡面蹦出來的嗎 我相信你不會這樣說吧 我相信你也不是這樣子的種吧 我們的種都是炎黃子孫的種 對不對 不可能是天外飛來的外星人的種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 講到一國兩制 我剛剛說 其實台灣現在跟大陸就是一國兩制啊 我們兩邊 我們兩岸 現在就是一國兩制 我在網上發現了一篇文章 這個網上發片的文章是 大陸的一個網友啊 他寫在微博上 我看看有沒有反光啊 這樣子應該沒有反光 他的題目就叫做 兩岸現狀一國兩制啊 這是大陸的朋友寫的啊 大陸的朋友用非常簡單 非常淺顯的文字 點破台灣人民的迷思啊 我大致上我唸一下他的精華 這篇文章的精華 這篇文章我覺得他寫得非常的簡單易懂 那讀了這個文章就知道說 現在兩岸就是一國兩制嘛 兩岸就是一國兩制嘛 從這篇文章我先講起啊 我待會再講台灣的現狀 包括民進黨的陳水扁總統 呂秀蓮副總統 現在的蔡英文總統 現在的賴清德副總統 你們宣示的時候都可以證明 兩岸就是一國兩制 兩岸的現狀就是一國兩制 所以當大陸在提一國兩制的時候 不需要擔驚受怕 因為你現在就是在一國兩制的狀態之下 比如說我這一個攝影的房間裡面 有冷氣有空調有燈光 不需要害怕吧 當別人告訴我是 王先你的房間裡面有冷氣哦 你要你要當你要當心哦 冷氣有什麼好害怕的 所以一國兩制就跟我房間裡面的 空調冷氣燈光桌子椅子一樣 它是一個存在的現實嘛 它是一個事實存在嘛 那這篇文章它說什麼啊 它說海峽兩岸的現狀是什麼 它說我認為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一國兩制 只是這個一國兩制目前僅僅是初步的不圓滿的一國兩制 因為現在的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是適時存在的現狀 也就是海峽兩岸目前確實是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 而分歧僅僅僅表現在現狀的一國兩制的一國 大陸方面認為一國就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台灣方面則認為一國是主權集於大陸的中華民國 這兩種表述分別存在兩岸的憲法之中 好關鍵來了 談到憲法我們現在也是用中華民國憲法吧 我們一直在講那一些政客那些分離主義分子那些台獨分子 一天到晚說愛台灣所以愛台灣呢 他不要中華民國甚至於連現在的執政者蔡英文 還有一些高官在講中華民國四制的時候 尾巴一定要加兩個字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我請問我們的憲法 有沒有這樣的名詞叫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現在實施的這套憲法裡面 你從第一頁翻到最後面那一頁 從來沒有六個字連在一起叫中華民國台灣 事實上 不但聯合國 過去現在未來 的資料裡面沒有記載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的剩下台灣剩下的十幾個邦交國 他的往來的外交文書 不管是拉丁文法文英文 中文他也沒有寫中華民國台灣 對不對 那所以就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才對的 那對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不是一國兩制嗎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憲法 台灣的憲 不是台灣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憲法 也就是我們台灣地區 所使用的中華民國憲法 我剛剛不自覺的又說台灣的憲法 這就錯了 在語意學上跟法律用語上是錯誤的 沒有台灣的憲法 只有台灣地區使用的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他說 第四條 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 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這個國民大會現在雖然不存在 他的意思就是國會 非經國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所以中華民國台灣這六個字是非法 違憲 不存在 只需烏有 是個鬼 中華民國台灣他當然是個鬼啊 因為不存在嘛 你說我們人 是存在的 我們這個東西 我這個滑鼠 我這個手機 我這罐水是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 虛無飄渺 他是空氣 他就是鬼魂 所以 既然 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條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所以 當然不存在 所謂的 中華民國 台灣 那至於政治人物一直在講說哦這個什麼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澎湖金門 馬祖 錯 違憲 不合乎憲法 啊 那你說什麼自權 自權 政權那些我們就 不去 拿個顯微鏡在那邊弄來弄去的那個沒有什麼意思 好那這是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地區適用的這一套憲法是規定 中華民國的領土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給大家看一下哦 我這個是查了大陸的網頁 啊 那 我這個 我是任何都是有根據哦不會胡說八道 啊 你看看 這個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好我我我念一下中華人民國 人民共和國的相關的條文的關於台灣的這個事項 他的說法啊 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他的序言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這句話 各位你認為是什麼意思 他不是一個裝點門面哦 你看我這個房間裡面 啊 哪怕是兩盞燈 他都是有用處的 啊 哪怕是這張桌子這個椅子 下面的 電線延長線 都是有他的用處的 這一句話 非常重要哦 為什麼非常重要 換句話說 中國共產黨的 黨 中共共產黨 還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國家領導人 都必須 遵守這個 序言裡面這句話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完成祖國 完成 統 呃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全 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他是要完成那個神聖職責的 不完成的話 或者是不想完成的話 啊 我說他不想完成的話 他就是違憲 所以你看大陸的高官 大陸的高幹 每一次 演講的時候 都會帶到 完成 這個祖國統一大業 啊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他一定都會講這些 為什麼會講這些 因為憲法序言裡面 就是這樣規定 那我為什麼會講這個 舉這個例子呢 我不是要演講 我也不是要學大陸的高官 發表演講 不是 我剛剛講了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又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的序言 告訴大家就是 我們就是 一國兩制 實際上就是一國兩制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您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前置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民進黨關得了中天 關不了明星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您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分力量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